逆小說 亂小說 人腳方面也有一點變動 不如先介紹一下你們最新的陣營 最新的陣營就是靚靚仔仔的TOOSER 我是最新 但他們之前還有一個新的成員 但他沒有空來 那個是Bizzi手阿楓 有兩個新成員 我叫做最新的同事 依然都是保持五個 加入了TOO 和阿楓 變成全新的五個 逆流在有新成員之後 你們覺得那股力量有什麼不同呢 TOOSER 你說一下 我覺得有什麼不同 我不知道 你進來之後生活有什麼不同 我生活有什麼不同 我多了對樂隊 因為我以前EVA的時候就停了 停了之後 和世榮結約之後 對樂隊又有少許配合了 就變成出來做Section多 跟很多不同的人玩完之後 又吸收了很多不同的經驗 然後剛巧他們又換成員的時候 阿珊和阿楓又來找我幫忙 其實我那一刻 第一個反應都是被嚇到的 其實跟我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再加入逆流就會變成大熟 剛剛他們說加入了你之後眼睛高了 是啊 他們以為而已 沒有錯 現在戴著口罩看不到 沒錯 大家都英俊 我形容現在的創作好像神操踢球一樣 即是我交個球給你 很新鮮滾熱辣的時候 然後大家回到家後 就不會放低的球 就繼續用電腦做完之後 就扔來扔去 那個球很熱 最後就扔給結佬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哪對球其實不是這樣 以前我們那些神操嚴不記得 對 已經沒有來的 為什麼他這樣 有個人沒有來的 或者他這個神操嚴回到家 忘記了今天的功糧是做什麼 即是在新鮮滾熱辣的時間 還有其實去年年中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很多想法 很多東西要表達 是要坐在一起 大家困出來 好了 講一下這一次 在樂隊房這一首的二人 如何走出來的 是要做一個概念 還是大家先發洩一下 這樣吧 這個寫的時候 其實有人逛逛街 也不是撐了一些音 也不是撐了一些拍子 這個拍子挺有趣的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首歌 然後慢慢寫下去 加一些不同的音 然後就扔給不同的人 新鮮滾熱辣 就可以做出一些新鮮的東西 然後最後加上它的詞 就變成一首現在的二人 好 這首歌最好表達的是 這首歌其實在說 二人的定義就是 其實二人都是人 大家都是同一個 species 但是為什麼還要分 這麼多不同的 labels 在每個人身上呢 如果你要把我標貼為你的二類的時候 那我就唯有好好的做我的二類 我做得開心 我做得爽 故事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有一些想法比較超前的時候 已經會被人歸類了 為一個比較極端的二類 很容易被人燒死 好像以前醫生要洗手 就要被人燒死 但是現在每個人都要用酒精錯手液 有沒有一兩件事是特別引發你們 當日想寫這個題材 其實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個都算是一個自己的經歷 譬如可能有時候在家裡 或者在大眾面前我們玩重型音樂 已經可能被歸類為二類 但是實際其實不是 我都是人 我都有幸福的家庭 我都有正當的職業 但是為什麼做音樂 會變成一個不正當的職業 做重型音樂更加不正當 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在過去的時候 總會找到同類人 就算在所謂的二類裡面 都會找到同路人 同路人給大家的支持 是怎樣的呢 大家很目標一致地去走一條新的道路 如果在樂隊界來說 現在樂隊多了 觀眾的接受能力也高了 因為很多不同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接觸到更多不同的風格 我覺得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是這件事不是一兩天做出來 是大家很努力做音樂的人 經營了一條新的道路出來 讓廣大的觀眾繼續多一樣的選擇 我經常說去茶餐廳 你來來去都ABCD餐都是那些菜 忽然間會有一個不同的菜出現的時候 大家會想去試 試完之後合不合適 不要緊的 起碼試過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尤其是在樂隊上面 大家很團結去想做一件事出來 就是讓觀眾接受到我們的音樂更多 先到 gast 保證 我的飩方 鞋子 你們 六 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